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妮宝贝的指甲频道 我是雅瑟 今天我们来谈妮宝贝2022年之后 未来3到5年的发展与展望 这一个影片会和另外一个 Peggy来讲述我们需要谁样的人才的影片 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影片 当然不卖关子 我们未来想要扩电 想要加盟 想要开课 而且也想要技术授权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 我们需要找怎样的人才的话 请看我们右上角的影片 以及说明栏里面的连结 在讲我们未来要做什么之前 先讲一个这一次的大概念 那就是长期投资 为什么会提一个这么危险的标题 那是因为呢 我录这个影片的时候是2022年的2月下旬 这个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而且东欧那边正在打仗 但是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好准备扩张到准备了 为什么呢 那有两个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专业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即使像我们妮宝贝已经开了十几年了 我们训练一个成熟的美甲师 成为一个可以处理问题指甲的美甲师 都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更不用说如果说要扩店的话 光是找店面 装潢店面 然后把人放进去 流程跑顺 基本上也需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说 如果我们预期在今年下半年 或是明年 景气就会回温的话 那么在此时此刻就要开始动作了 所以长期投资危机入市的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未来一起高飞 不满各位说 在录影的当下 我们妮宝贝的预约是几乎蛮载的 可预期的在疫情结束 服务业整个大恢复的时候 处理问题指甲的客户 势必会再涌出很多倍的数量 所以咯 在此时此刻就要做好准备 寻找经营管理人才 应该各位可能又傻一下 为什么又差一提了 没有错 在这边再提另外一个观念 那就是啊 我们的美甲这个技术 基本上是好学可是难经 所谓美甲易学难经 美甲要入门很简单 可是要做到很厉害 却很困难 更难的是品质控管 如何控制每一个指甲作品的品质 是目前美甲业最困难的瓶颈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大多数的美甲店 都不是连锁的 因为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都还是非常依赖 高阶美甲师的品质控管 所以在未来我们早学的人才 他不是只有美甲很厉害而已 我们更在乎的是他的经营管理能力 以及是否能够执行品质控管的程序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分店 或是我们的加盟店 品质能够和本店一模一样 录影的当下我们已经在进行这个策略了 那就是呢 现在妮宝贝位在大直的这一间总店 我们将会进行三个重大的升级 第一就是我们客户要更高阶 我们要把我们的客户在网上堆一点点 第二个是我们的服务要更细致 目前的服务呢我们觉得品质不够好 还有再加强一点点 让客户临抱怨 让我们的工法临失误 第三个事情是要让我们的管理更专业 所以在未来我们还会导入更细致 更专业的SOP 以及电脑化数据化的管理方式 所以在这三个目标之下 妮宝贝的总店 目前还缺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高阶的美甲师店长 不瞒各位 这一两年我们有一些人事易懂 所以原本预计的店长 目前位置是缺的 在未来一两年之内 我们急需要培养出一位高阶店长 来承接Peggy老师目前的工作 在疫情之前 我们的资深美甲师的年薪 都有70万以上 那未来我想我们总店 店长的预估年薪 应该会在100万以上 可是这个高阶店长 他毕竟是在我跟Peggy的眼皮下做事情 所以我们对他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 这是一个高阶 高压 然后高报酬的工作 问题指甲专门店 台湾展店计划 由于妮宝贝总店在大直 而且我们采取的是精致化路线 所以很多外线式的客户 反映我们太远 或反映我们太贵 OK 你们的信声我们都听到了 所以我们要进行的是 妮宝贝扩店计划 我们打算在台湾几个重大城市 都开启问题指甲的工作室 这些工作室专攻调整指甲 所以做透明的 而且采取平价亲民的定位方式 所以这些问题指甲工作室的目的 就是要协助外线式的客户 改善指甲的问题 在未来扩展的美甲工作室里面 我一样有三大目标 第一个事情是 我们希望由资深美甲师主持 也就是说 未来分店的店长 必须要在妮宝贝工作了好一阵子 然后我们确定她的品质之后 再把她送去外线式 展店 展工作室 然后这些工作室呢 它基本上也是挂妮宝贝的品牌 例如妮宝贝 桃园分店 妮宝贝 高雄分店 妮宝贝 台中分店 这些分店也和我们共用官网 也共用我们的频道 同样的咯 我也会到处跑 帮他们拍作品 帮他们录影片 也帮他们做宣传 再来一个重大重大的目标 那就是Peggy想了很久的事情 我们终于要开课了 而且这一次我们打算 跳过基础课程 直接教问题指甲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我们针对了对象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给资深美甲师做进修的 第二个 这个课程它是一对一的精致教学 第三呢 我们会要求这个来上课的美甲师 必须要自备练习对象 也就是说他要准备好几个问题指甲的model 来我们这边一边上课 一边处理问题指甲 一边学习不同情况之下 该怎么处理指甲 由于这个课程是属于高阶进阶的课程 所以等课程推出的时候 势必我们会建议 需要美甲师职业三年以上来学习才比较有效 第二个事情是 这个课程的实作课程 实作的部分我们会超过30个小时 学费呢一定也不便宜 应该会到六位数以上 这个课程需要Picky一对一教学 既然需要Picky一对一教学 我们自然的就不能够去处理店面的客户 店面的营收的减少 就必须要由这个进阶课程的学生来做负担 所以会稍微贵一点点 指甲技术授权计划 这个计划呢 跟着我们开课计划一并进行的 也就是说有一位在坊间的资深美甲师 他通过了我们的问题指甲专门课程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一个认证 给了认证之后 我们会要求这个美甲师定时定期的 回来妮宝贝做品质检测 并且呢我们也会偶尔去抽查一下 看看他的品质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而且这个授权计划是每县市是名额限定的 目前暂定一个县市只把一家店 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展店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县市只会放一家技术授权的店 所以我们官网会公开授权 那如果说品质不够或者是没有定期回来 我们就会取消授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授权计划 不管是在官方网站还是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一样会帮这些授权的店拍作品 还有拍软片 帮他们做一个宣传 好让我们处理问题指甲的服务网 能够遍布全胎 如果我已经把上面几个部分都听完了 应该就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要的是储备店长 我们要的是本店的储备店长 分店的储备店长 甚至加盟店的储备店长 那这一些职务里面呢 我们都会希望美甲技术跟管理技术是兼具的 不能够只拥有美甲技术而已 更进一步来说 那个储备店长 他必须要已经是一位专业的美甲师 并且兼具人事管理的能力 以及再兼具的品质控管的技术 不满各位说 在台湾的美甲业里面 能够做到专业美甲师的就已经不多了 可以有人事管理能力 以及品质控管技术的又更少 但是只要加入了我们的计划 或是当我们的同事 我们都会分批执行这一类型的训练 所以讲到这里 还要再提醒一下 我们真彩的详细细节 是由Peggy老师录的影片 连结会放在下方 如果对我们的计划有兴趣的话 请点下面的连结 查看一下Peggy的真彩影片 今天这个影片不是为了大众而拍 而是为了那几位我未来的店长而拍的 是的 就是你 我非常期待能够在今年看到你 能够和你共事 能够和你一起努力 能够和你一起在疫情结束之后 在服务业需求爆发的时候 我们一起往上飞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